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在入秋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给兰花触花 兰花触花呢 我们就可以适当的增加光照 控水并且追湿磷甲肥 常用的就是这个磷刷增加 追湿1000倍 给它页面喷湿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一个月喷湿 两到三次就够了 但是有话要反映自己的兰花 在这个时候呢 竟然长出了新芽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秋芽 那么我们想让兰花开花 这些秋芽到底能不能够留呢 其实秋芽留不留呢 我们主要才是要根据植株的状态 比如你的兰花呢 本身植株生长非常健壮 肥也给的很足 那么秋芽呢 你可以适当的留一点 但是不要留的太多 要不然呢 它的营养生长过往 会抑制生殖生长 也就会抑制它开花 所以我们在这种情况呢 我们大概留一到两个 相对比较健壮的秋芽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的兰花呢 本身植株状态不好 或是植株长是不够健壮 那么这个秋芽的话呢 我们呢可以适当的多留一点 先不要让它开花 因为如果开花会消耗植株非常多的养分 会导致它后期呢 会越长越弱 所以如果是长势弱的 我们如果长出了新芽的话呢 可以适当的多留一点 但是如果植株长势 确实是特别差的情况 那么芽我们留一个就够了 并且还要给它适当的追肥 施肥的话呢 我们就用这个全能型的缓施肥 好康多 直接均匀的撒进花盆里面 可以补充生长手续的养分 又不容易产生肥害 也可以呢 让这个若苗能够尽快的复壮 其实养兰花呢 我们一般呢 也不是以开花为主 而是以发苗 让它呢 能够长得更健壮为主 所以秋芽能不能留呢 主要还是根据植株的生长状态来定 好了 本期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